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伍田游戏 那随着昨天呢 激烈的巅峰賽終於結束了 那是幾家歡樂幾家醜啊 那很多人是有順利達到這個前100 那有些人是為了拚這前100 導致自己跌出去 甚至掉到前500 所以呃真的是非常的這個激烈哦 不過比賽就是這樣子啊 總是有輸有贏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一季的這個巅峰賽的戰績 那這次呢 掉到這個1758是這個第二名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恭喜潘哨呢 就是直接一路的打 那他真的非常的強 因為我不管超過他幾次 甚至我昨天一度打到1798 他最後呢都能夠再超過我 那最後我頂不住了 最後還是輸掉了 就是掉下去變成只有第二名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在恭喜潘哨 獲得這個第一季巅峰的這個第一名的位置 那沒關係我們這個輸了不用氣餒 下個賽季我們再來挑戰這樣 那反正呢 我也是一樣是前100嘛 一樣有3000賺 好所以這個 明次我們就下一次再來挑戰 我覺得有競爭才會好玩啊 不然巔峰賽如果都沒有人要拼第一的話 這樣打起來其實也沒有那麼有意思這樣 好那今天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就是 奪寶水晶到底應該要換什麼角色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非常多觀眾在直播的時候會問我說 欸主播你覺得奪寶水晶應該要換誰誰誰的擠決啊 還是說要去換一些新角色 那我今天會一一的做說明 那目前奪寶水晶能換的是 黃賴、刺絲、賓士、濾姦、清風以及紫緣這六隻角色 而且大家相信在打巔峰賽的時候會發現 角色詞不足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常常會遇到欸你的隊友跟你一樣 你可能是玩版的 結果你的隊友兩個人可能也都是玩版 變成說被迫要補得分 那這種情況就會導致說 可能補出來的角色可能沒這麼好 或者是欸沒這麼適合 甚至潛力也會比較低 所以今天為什麼要分享這個奪寶水晶呢 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潛力 或者是未來想要玩的角色可以去思考該怎麼走這樣 好那我們就一隻一隻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跟介紹吧 那第一隻是黃賴、良太 那這一隻角色呢 他的能力非常的強 因為他可以拉扯這個後仰嘛 然後也有這個攻框一二段 所以這隻角色我認為是現今版本裡面 數一數二好用的得分角 而這隻角色拿到的時候 基本上進攻都不太會擋擊 除非這個人真的很不會玩這樣 那這隻角色至少要解決才能上場呢 在這邊建議大家至少要二決 那原因是因為他這個後撤如果沒有二決的話 他就沒有這個後仰的效果 那就會變得非常的短 那對方也相對來說會比較好踩干擾這樣子 所以建議大家呢至少要二決 所以簡單來說黃賴如果你想要用他的話 至少要準備兩顆奪寶水晶 然後也是需要慢慢去農到他一些比較重要的天賦這樣 好那再來我們看一下下一隻角色 那下一隻角色是濾尖真太 那這隻角色呢是我認為非常強的三分工具位 因為他有頂級的防守 然後他的大招呢基本上 只要你跟對方猜拳猜中了 他也會有這個能量的循環 基本上對方只要跳錯或者是沒跳呢 就是一個穩定的三分 所以也是我認為非常強的這個一個多包角色這樣子 只是來看一下他的覺醒吧 那這隻角色最少要幾決才能出場呢 第一個是一決 他這一決的能力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一決之後他的大招能量就不會共用 如果你完全沒有覺醒就上場 你會發現你大招根本沒有猜拳的能力 因為你就只有一段而已 所以他一決之後呢 他就可以做二段或甚至三段 一二三段可以去跟對手做猜拳 所以這隻最少也要兩顆奪寶水晶才能上場 而且這隻角色非常吃重能量套 如果你沒有能量套的話 你會發現你一場下來其實有大招的比例也沒有這麼高 可能一場下來就只有一兩顆這樣 所以能量套也是綠間非常需要的一個部分 那再來看一下他其他覺醒的能力 那再來他會變強一個等級就是這個視覺 有這個綠影追身 這一招追身綠影呢 他的火鍋能力非常的強 不管是你在蓋黃賴鱷啦 高尾鱷甚至清風鱷這種很容易吃身味的這種角色呢 面對綠間都是沒有用的 包含刺絲他這個二段其實綠間也是非常好蓋 那所以這招我覺得他的視覺也相當的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六角的部分 那六角的部分不是這個技能重要 而是這個跑動加五來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今天綠間偵太郎你是沒有覺醒的話 那你的跑速只有78而已 那因為他是一個得分後衛 78的跑速他又常常需要防到外面的 像是黃賴啦 或者是有時候他會換防去守日向等等之類 這個跑動其實相當的重要喔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其實需要大量的支援 然後慢慢去弄 慢慢去弄才有辦法讓他上場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有想要換綠間的話 可能要再多囤一點支援這樣 最好最好是有六角啦 那如果真的很想玩 然後又沒有這麼多支援 那最少要有一角 要有一角 至少你可以保證你的大招是有柴犬能力 這樣才可以幫助隊友去做一個得分的動作 好那這是綠間真太郎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下一隻奪包角色 紫緣蹲 那我認為這隻角色是所有奪包角色裡面 可以最客家養成的一隻奪包角色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覺醒很多能力 都是需要有大招成功之後才會疊加 包含這個大招灌籃得分之後 他會獲得這個撞開人的能力 但是呢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紫緣真的有大招的時候 比賽時間往往也只剩下一分鐘 甚至幾十秒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客家的玩家的話 所以這個覺醒 相對於幫助紫緣就沒有這麼大的成分喔 那再來是這個視覺 噢視覺是這個 蓋火鍋的時候是有機率直接蓋倒對手 讓他這個僵直動作更久這樣 那最主要是這個力量加5 會幫助你在這個卡位推人的時候 會更好推一點這樣 那他其他的人力 像這個干擾加5 然後他如果 如果成功開到大招冒到人家的話 他是可以獲得一個很像 一個干擾的範圍 紫色的圓圈圈 那那個範圍就會變得比較廣一點 可是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他的大招來得太慢了 所以他要擁有這些能力 我覺得速度上都偏比較慢 那他六絕能力 籃板加5 這個神石跳球呢 他也不是必贏的 他只是因為這個籃板加5 所以會讓你感覺在跳球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勝出 可是如果你沒有按好 或者是有時候還是有可能會跳輸的 這不是一個必勝的跳球技能 所以整體來說 我認為紫圓蹲的覺醒 雖然也可以加成 但就不是那麼的必要這樣 相對於前面幾隻角色來說 那他的天賦只要點滿這個籃板 他的最大的特色是這個重力補扣 這個你只要面向 就是拉面對籃框 然後有調整好的話 其實一場下來 如果可以幫助隊伍補扣個兩次三次 那其實都是非常加分 這也是我認為所有中鋒裡面最強的中鋒 是他的主要原因 就是有這個補扣的關係 那火鍋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先點一招 那這個惡魔籠罩是 你可以從後面追過 我覺得紫圓只要點這前面這兩排 就可以上場了 那至於這個攻框啊 以及這個防守 其實都滿激熱的 因為他這個干擾 其實你很多時候進紫圓的範圍 其實能蓋就用蓋的 他這個干擾範圍不會加大 只是加干擾值而已 所以干擾範圍還是很小 那這個攻框就不用講了 一般攻框其實都算是好貌的 除非你要配合刺激的那個 地分空階 啊不然說實話 這隻就算完全不點這兩排也無所謂 那大招甚至是我覺得不要點 才比較容易得分 因為很多人第一拍現在都會閃那個陣地 可是他不點的話 他就沒有那個陣地的部分 就會直接得分這樣 好 這是紫圓蹲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第四隻奪寶角色 就是我們的這個刺激 那刺激這隻角色呢 是我認為第二隻啊 需要的資源沒那麼多 也是可以客家養成的 奇蹟世代的控球角色 那先來看一下他的覺醒能力 他的覺醒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視覺 這個天地禁令 這一招呢是靠近對手 就是每一次你只要有貼著對手的出手 就算他有時候是做假動作 或者是想要假投傳球 都有一定的機率可以觸發這個天地禁令 然後把對手的這個球給拍掉 並且超級成功 因為他會直接轉換一個球權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招非常強的這個 呃技能 這是視覺 那其他覺醒其實到反而都還好 包含他這個二覺 我覺得有點急著 就是被挖會觸發這個細耍 反而會浪費能量這樣 那至於這個六覺呢 也是跪倒之後可以後撤 這一招我覺得 其實你有時候打一些戰局比較激烈的時候呢 其實你也沒有這麼多能量可以 想要讓你囤到帝王三分的那個程度 所以我認為也不是那麼的實用喔 那再來 所以簡單來說他要嘛就是視覺 那要嘛就是你就算不覺醒呢 你基本的天賦要有 那今天這邊也順便來介紹一下 欸刺絲到底應該要點哪些招式 才能夠基本有上場的能力呢 那第一個是你第一排 至少要把背運交叉順突 就是這個左右突破 跟這個順停後撤突破呢 這兩招先點出來 因為這樣你的突破才會有變化 如果你的突破沒有變化 你只有這一個 你是很容易一直被撞停 或者是人家也很容易抓到你的這個出手的模式喔 所以第一排至少要點這兩個突破 那後面呢是可以先不點沒關係 那第二排的部分呢 這個急速投籃非常的重要 這一招就是他在突破的過程中呢 他可以做這個乾把的動作 可以讓你不會一定要停下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點這個的話 你是一定得死球停下來之後 才有辦法做進攻 可是這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其實很多人防守刺絲的時候 他會想要採取這個撞停的方式來防你 如果你不點這個的話 你沒有辦法破撞停 那你就很容易被撞停操 然後就導致失誤這樣 所以第二排至少要點這個急速投籃的部分 那第三排的部分呢 這個交叉步上籃非常的重要 這招是讓你在突破的過程中 有辦法直接銜接上籃的攻框 而且因為你突破上籃 其實會跟對方的內線拉近距離 那有一些內線他不會調整站位的人呢 他就很容易被這一招吃到深位這樣 那很多人呢 其實會喜歡這個站定位直接攻框 可是你會發現站定位直接上籃好蓋非常的多 然後我這邊補充一下 刺絲的二段上籃是不需要點任何技能就會有的 這招只是讓你在突破過程中可以打斷 也是一樣不會被撞停的概念是一樣 可以直接銜接攻框 那很多時候也會因為節奏的變化 讓對方內線比較不會蓋這樣 那第四排的部分 我認為最少要點到這個自然到手 因為這一招呢 是撞停操非常強的一個技能 而且他上手之後就是等於直接交換球圈 我認為也是CP值非常高的 好用的一個招式喔 那後面的部分 如果你之後慢慢癢的時候 再慢慢點就可以了 那最後是大招的部分 大招的部分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點的話也沒關係 那只是說 他大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 就是點到最後呢 他會有一個這個 帝王能量上限降低5點 就是如果你不點的話 你一個大招是30點 你點的時候變25點 其實這個差蠻多的 這個如果沒點的話 你的能量其實是非常難循環起來 你可能變成兩回合才會有一個大 要兩次進攻才會有一個大 其實是非常硬的喔 那 可是如果真的客家沒辦法的話呢 我覺得最少可以點這個天地鏡子 可以把自己的防守加強起來 就是可以 去斷這個球線上的球 不過這一招空大也會蠻容易付出代價 因為你的僵持動作會非常的久 然後會導致你停在空中 那對方就會很容易有一個空位出手的機會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那這就是刺絲的部分 所以我認為刺絲要嘛就是 欸你就算不覺醒 也要把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都點一點 再上場會比較好 然後也是一樣需要有這個 make some noise 跟蓄勢待發 才能確保自己的能量循環可以 比較好去滾起來這樣 那如果真的覺醒的話 就是慢慢養到視覺 這招真的非常的強喔 有機會被動直接抄截對手這樣 好那再來呢 第五隻奪寶角呢 就是我們的清風大灰 那這隻角色呢 其實他其實也是可以不覺醒 但是他要點的東西也是非常的多 不過我在這邊呢 先呼籲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不是真的特別喜歡這隻角色的話 以現版本來說 我認為是不要把奪寶水晶投資在這隻角色身上 那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防守能力真的是不夠好 主要是因為他的跑動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跑動78呢 會常常讓他守不到對手 比方說他遇到黃賴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就是要對位黃賴去跟後仰 可是他跟後仰呢 真的是非常的容易斷加速就跟不到 或者是你第一拍只要猜錯就完全跟不到 那他或者是另外一種狀況是 你跟到後仰 他拜佛回來的攻框你也追不到 就這隻角色其實我認為他進攻能力還是不錯的 只是說他的防守能力太差了 這會導致說他遇到黃賴 他遇到刺激等等之類的 都會變得非常難打 都是變成三七開 對方不需要發揮得很好 你就偏難打 黃賴看到你很多招式都非常的香啊 學起來之後你都變得超級難受 所以我呼籲大家是先不要換這一隻會比較好這樣 那再最後一隻是這個 賓士成爺這隻角色 那這隻角色呢 我認為他還是有一定的價值 如果假設你今天進攻角不夠多 你想要補一隻賓士 我認為是OK的 只是說他最少也要有一絕的能力 因為他一絕呢 會有這個縮圈的能力 就會出現那個正統血脈啊 就是讓對方這個干擾如果沒有貼近一點 或者是沒有提早上去的話 他就不會有干擾 這個能力是賓士一定要有的 所以最少呢 也是一樣要有兩顆水晶才有辦法兌換這一隻角色 那這隻角色 現在很多內線其實只要會踩出來 你會發現賓士偏難打 可是他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就是 他有不錯的頂投命中率 以及這個晃倒率 他這個乍球後撤如果晃倒對手的話 常常就是一個空位三分喔 那他也可以利用這個腳頭真傳去過機制之後 再去做一個頂投的動作 我覺得打起來來說 CP值也蠻高 然後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通常他如果搭配指援跳球贏的話 第一顆呢都可以偷到一個空位三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不錯的能力這樣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六隻奪寶角色的一個基本的介紹 那大家可以去衡量自己的潛力啊 或者是未來想要走的方向 比方說你是玩塔的你想要擴充一些得分角 你就可以考慮黃賴啦 考慮刺絲、賓士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本來就有一些得分手 你想要增加一些藍版的角色 你也可以考慮比較客家的指援 你只要有潛力的話 這一隻養成的成本又很低 所以我覺得這些也都是大家可以去參考的一個方向喔 好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啊 那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之後呢也會帶來更多不一樣的影片 就是希望可以教會大家更多觀念上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鍋點的教學 也都會陸續的推出在新的賽季這邊 好那我是武藤遊戲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啦 感謝大家 大家掰掰